那这个胎压高跟胎压低的这个问题 可不可以请我们的这个任俊彦达人来 跟我们大家解说一下 有可能胎压太高 然后它会有这种爆炸的风险吗 跟打气球一样 其实这个和气球恰恰相反 其实胎压低的时候更危险 因为胎压低的时候就会瘪嘛 瘪了以后你跑起来 瘪的位置会一直转动一直转动 瘪了以后鼓起来 再转到这一面又开始瘪起来 这就相当于一块铁片 因为铁片你就是反复给它折叠 折叠 折叠 打开 折叠 打开 它就会断嘛 是是 这个轮胎就和那个铁片差不多 你一直打开折叠 打开折叠 它也会爆炸的嘛 所以胎压低的时候会更加危险 那高不怕太高嘛 也不可能说这个气可以高到说 撑破这个轮胎嘛 是不会这样子的 一般是不会的 一般是不会 所以如果我们去打气的话 其实不用担心 你尽量就把它打满了 那你不用担心说你打太多了 把它撑着了 其实满一点才是安全的 是不是 也对 也有这个说法 因为 但是满一点的话 它会影响接触面积 轮胎太突出来会影响接触面积 会影响个自动能力 好的好的 所以这个大家在这个 去充气的时候 要学习这样的一个知识点 到你的胎压是多少呢 学会怎么看 你刚刚讲到这个1.88或是这些数据 我想我过去这个20年开车 我完全没有注意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听众非常棒 有问到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练习看一下 这个胎压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一般去加胎压的时候 如果在这个加油站里面有那种打气的 上面会告诉我们现在胎压是多少吗 它会显示你的车辆胎压 但是你如果想要加到标准的压力的话 一般车辆都会在主副驾驶的门的内侧 会贴上一张标签 或者是油箱盖的内侧 会贴上一张标签 显示你的轮胎标准压力是多少 哦 副驾驶的门上有标签啊 好好好 我等一下下班的时候去找一下 副驾驶的标签上面 副驾驶的门上有一张标签上面讲胎压 标准应该是多少啊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关于车子这方面的知识哦 真的有好多好多的问题 是像我一样的这种 只会开不会这个照顾的小白哦 所以到时候再跟我们的这个修车达人 任俊彦先生以后多多请教 再次感谢你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